古往今来,生于帝王之家,往往命运都由不得自己掌控,福兮祸所福,祸兮福所以,祸福有时只在一瞬间,历史上为了争夺皇位不惜铲除一己,甚至大动干戈的势力屡见不鲜。 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唐初的玄武门之变,北宋的竹营俯生之谜,众多的皇子皇孙为了登上最高的皇位,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为祸天下。 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倒在了攀登权力顶峰的路途之上,难怪刘子鸾曾说,原来是不复生于帝王之家。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轮于李蒋,木秀于林,封闭催之,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安平乐道,无欲无求,想必他的人生是海阔天空的。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个人就是如此,他生于皇家,历经三朝,手握大权却与世无争,最终得以善终。 这个人就是爱心觉罗印桃。 印桃在康熙所有的阿哥中排行第十二位,他一共活过了七十九个年头,而他的额娘曼刘哈士更是长寿活九十七岁,不得不说印桃从自己的额娘身上继承了长寿的基因,他也是康熙众多阿哥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是什么原因让印桃躲开了康庸之交的那场九王夺嫡,从而全身而退,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一生呢? 不给力的母亲 康熙二十四年冬,随着一声啼哭,北京的紫禁城里又一位小阿哥姑姑坠地了,三十二岁的康熙皇帝迎来了他的第十二个儿子爱心觉罗印桃。 在康熙为数众多的皇子当中,这个十二阿哥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可以说完全没有存在感,当然这是和他母亲的身份地位有直接关系的。 印桃的生母万流哈士是正皇旗包衣出身,说白了就是皇家的奴才。 他十四岁的时候作为那三奇秀女被选入皇宫,由于出身卑贱不要说宠幸了,就是平时能够见到皇帝的机会都很少,就这样他悄无声息地在宫中待了十个春秋。 也正是这十年之后的康熙二十四年,万流哈士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机遇,二十四岁的他名谋好齿,楚楚动人,已经出落得落落大方了。 这一天天降大雪,百无聊赖的万流哈士便一个人跑到了屋外观赏雪景。 突然间远处传来一片嘈杂声,康熙皇帝在一众人的簇拥下恰好在此经过,雪中的万流哈士也被康熙看在了眼中。 他身上兼具成熟女人的气质和懵懂少女的情怀,一下子就打动了康熙的心,康熙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宫里面居然还藏有这样一位仙女。 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宿在了万流哈士的住所,而万流哈士也做到了大多数宫女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事情。 他被皇帝临兴了,在深宫内院之中,在三千嘉丽之间能够沐浴皇帝的雨露,那是何等的难得,何等的荣耀,万流哈士开始憧憬自己的未来。 但自从那天早上康熙走后,似乎一切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皇帝再也没有来过,这让万流哈士的心情一落千丈。 外面凛冽的寒风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移入宫门深似海这句话的含义,那种一步登天的愿景也只是美好的奢望罢了。 可是没过多久,幸运的万流哈士发现自己居然怀上了龙肿,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与他同一天被选入宫的乌亚氏,就是因为生下了后来登上皇位的四阿哥印针,早早就被封为了德平,现在都已经是德飞了,而自己却连个封号都没有。 都说母依子贵,万流哈士对此深信不疑,他每天都在祈祷,祈祷自己能像德飞一样生下一个皇子,从此平不清云,摆脱现在没有封号的尴尬。 但即便是有龙肿在身,康熙也没有像其想象的那样过来探望过他一次,这也让他隐隐地感到了一丝不安。 给力的养母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一年的十二月份,万流哈士如愿地诞下一名男婴,印桃出生了。 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的骨肉,万流哈士喜出望外,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设想的那样发展,他没有等来梦寐已久的册封,这也预示着他不得不与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分开。 按照组织,后宫贫以下生子是没有资格亲自抚养的,于是两年之后,印桃就被太监抱走了,他将被送与后宫其他的主位去抚养。 这是规矩,万流哈士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希望小印桃能遇上一位贤良的嫔妃,健康的成长。 康熙为印桃所挑选的监护人,身份可是不一般,那就是曾经为康熙皇帝首交国书的苏玛拉姑。 提起苏玛拉姑大家都不陌生,她是孝庄文太后的侍女,历经五朝,曾经为清朝设计过朝服,曾经力劝多尔滚福保佑主顺志,曾经启蒙康熙成就千古大业,可以想见让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抚育印桃,康熙对于这个十二阿哥还是十分看重的。 而康熙的这一安排也的确让印桃受益终生,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太后病逝,苏玛拉姑悲痛异常。 年余七旬的她不能再承受任何的打击,为了缓解苏玛拉姑的精神压力,康熙便把年幼的印桃送给她来抚养。 印桃的到来,让晚年苏玛拉姑的生活平添了许多色彩,小印桃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又让苏玛拉姑想起了幼时的康熙, 不知不觉之中苏玛拉姑就把自己的全部爱心都倾注在了这个年仅两岁的小阿哥身上。 一直侍奉孝庄的苏玛拉姑终生未嫁,但与生俱来的母性让她对于印桃势如己出, 还偷偷地把印桃带到万流哈士的住所,让她们母子团圆。 为此万流哈士对苏玛拉姑万分感激,印桃也对自己的这位养母非常尊敬。 在苏玛拉姑的精心调教之下,印桃一天天地长大,而她的性情也像笃信佛教的苏玛拉姑一样, 变得田径而与世无争。 也许印桃知道凭借自己恕非母亲的宫廷地位,她只能一辈子碌碌无为, 而印桃也相信这种无为会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 印桃二十岁的时候,苏玛拉姑无疾而终了,印桃特意请旨意为其灵前共犯, 并守孝数日,可见印桃对于苏玛拉姑的感情。 而她的这一举动也给一向注重孝道的康熙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当即注一其所请。 苏玛拉姑走了,但她给印桃留下的宝贵财富和处世哲学却让其受用终身, 也正是基于此,印桃才能在九子夺敌漩涡中明哲宝身。 无党无派的印桃 康熙四十八年,二十四岁的爱新觉罗印桃获封贝子, 与其一起受封的还有另外七位阿哥。 四阿哥印珍就是在这一次被封为庸亲王的, 而印桃非但无法和几位哥哥相提并论, 就连十四地印枝也盖过了她一头,被封为贝勒。 此时的印桃生母万流哈士仍然只是个庶妃, 这固然有很大原因,但她处处忍让, 不显山不露水的处世风格无疑是导致她爵位偏低的重要因素, 而她的低调也从来没有让几位哥哥把她看在眼里, 更不会成为各方势力的拉拢对象。 从康熙十五年,二阿哥印仁被封为太子之后, 这场惊心动魄的夺嫡乱局就被注定了。 到康熙四十七年,印仁已经做了三十二年的太子, 这让早已过了尔历之年的印仁心怀怨恨, 而此时的众多皇子也都跃跃欲试。 围绕在太子,大阿哥,三阿哥和八阿哥的周围渐渐聚集起了四股势力, 他们明争暗斗,相互攻伐。 期间共有九位皇子参与其中, 所谓九子夺嫡便源于此, 而印仁在这期间从不选边站队, 大家都并不在意这个十二阿哥的取向, 因为他的能量也确实有限。 但作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对此心灵演亮, 他深知印仁是没有标签的, 在册封的时候对印仁故意的压低, 也是对他的一种变相的保护, 身在危局当中退一步往往海阔天空。 事实证明,印仁的韬光养晦是正确的, 这一年发生了木兰围场偷窥和黄十八子并没两个事件, 直接导致了太子印仁首次被废, 但一年之后就又被复立为太子了, 然而此时的父子两人相互猜忌之心已经非常严重, 终于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度被废, 印仁也被圈戒而死。 太子倒台之后, 围绕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四阿哥印针和八阿哥印四之间的较量了, 由于前一阶段的混乱已经让众多的皇子退出了历史舞台, 加上印针,印四之间越发剑拔弩张, 于是康熙就提拔了无党无派的印桃出来半差了。 很快康熙就发现这个从前不露声色的十二阿哥, 办起事来却是处事得体, 老成持重, 这让康熙十分满意。 康熙五十六年, 先皇顺治的第二位皇后孝慧张皇后去世了, 万分悲痛下, 康熙任命印桃主持了丧礼大典, 并总管大内一切相关事务。 而印桃也不负父皇的重任, 严格按章成办事, 处处严谨妥贴, 一丝不苟。 不久之后, 玉亲王福晋去世, 康熙依旧委派了印桃主持丧礼, 照样办得非常风光, 至此印桃经常出现在一些国家重大的礼仪之上, 康熙对印桃的信任度也日益地增强。 康熙五十七年印桃的生母万流哈士, 也终于晋升为定贫, 这一天他足足等了四十三年。 在这之后, 印桃的地位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不断地窜升, 他先是以皇子的身份与四阿哥印珍一起前往圣经祭拜三陵, 后来又连续多次代替康熙前往天坛主礼祭祀, 这些在政治上无疑是给印桃加分的。 康熙末年, 印桃已经被封为了襄皇旗满洲都统, 这在清朝可以说是手握重兵的权臣了。 而此时的夺敌之争也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大权在握的印桃自然成了多方争取的对象, 但生来与世无争的性格和形式的不明朗性, 让印桃再一次地选择了回避。 康熙六十一年, 一代雄主康熙大帝龙玉变天了, 四阿哥印珍最终成为了这场权力角逐的胜利者, 成功逆袭登顶,成为了清朝的第五位皇帝。 雍正皇帝采取了和他父亲康熙截然不同的育人风格, 他处事果断,形势刚猛, 登基不久后就把印寺、印堂、印之等宗室的兄弟们圈进了圈进, 发配的发配。 而印桃则再一次因为他的不盲目战队而获得了雍正的好感。 当年印桃进封为吕郡郡王, 同时还加封其母万流哈氏为定太妃, 并遵照康熙遗旨迁出了大内, 移居吕郡王府与自己的儿孙同享天伦之乐趣了。 这无意对印桃是最大的恩典, 也完成了万流哈氏入宫时母以子贵的夙愿。 而后的几年,印桃起起落落, 先后被降为了贝子和郑国公, 而且都是因为一些办事不谨慎的小错, 比如将四阿哥弘历生母的姓氏搞错了。 一向办事谨慎的印桃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也许正是雍正的高压, 又一次让他不得已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也是不得而知的。 雍正八年, 印桃恢复了吕郡王的爵位, 雍正也开始对印桃为以重任, 并于次年只派其主管护部, 而印桃也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能力 把护部治理得井井有条, 雍正也对自己这位有能力, 无野心的弟弟非常的满意。 又过了三年, 49岁的印桃已是雍正最年长的弟弟了, 威望颇深, 于是雍正又只派他监管宗人府, 印桃成为了爱心觉罗家族的画世人。 雍正十三年, 颇受争议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去世了, 皇四子弘历继承了皇位, 乾隆初登大宝就委派印桃主持雍正的丧礼, 同以往一样丧礼被印桃办得无可挑剔, 十月份乾隆下旨进封印桃为吕亲王, 并继续掌管宗人府。 此时的印桃大权在握, 位及人臣, 又是皇室中辈分最高的王爷, 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十二叔相当的尊重, 这一时期但凡国家有祭祀大典, 重大仪式, 无一例外都是由印桃代替乾隆皇帝出席并主持。 而乾隆对印桃的母亲万流哈世更加的敬重, 印桃六十大寿, 乾隆不仅背下了贺礼, 还特意给定太妃万流哈世送上了一柄如意以示恭贺。 后来, 乾隆还亲自来到吕王府探望身染重病的定太妃, 当时的印桃身兼数值, 大权在握, 但却在这个时候向乾隆提出了辞呈。 印桃想要在有生之年多陪一陪自己的母亲, 以补偿自己幼年时的亏欠, 乾隆无奈也只能应允了。 作为后宫的最长寿者, 万流哈世已九十七岁的高龄墨吕王府, 这在有亲一代是绝无仅有的, 南巡途中的乾隆获此消息立刻下旨, 将定太妃的金官在吕王府多停放几天, 并等候自己回京后亲自祭奠。 几天后, 乾隆皇帝返回京城, 立刻就前往吕王府拜祭, 面对伤心欲绝的十二叔, 乾隆发现七十七岁的印桃也已经是风竹残年, 他只能好言宽慰, 尽力降低印桃的痛楚, 但极度悲伤的印桃很快就一并不起了。 乾隆二十八年, 七十九岁的爱心觉罗印桃, 并是与吕王府, 乾隆皇帝痛心不已, 他命早已过继给印桃为孙的永城为其披麻戴孝, 丧礼极为隆重。 印桃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他从一名无背景, 无靠山的小阿哥一路走来, 成为掌管宗人府, 大权在握的皇室宗亲, 受活七十九岁得以善终, 作为雍正皇帝的兄弟实属不易。 他躲过了九子夺狄的风暴, 从雍正的血雨腥风中逃出生天, 在乾隆一朝又可以急流涌退, 印桃以大智而韬光养晦, 以中雍而左右逢源, 以淡泊而一养天年。 可以说他继承了苏玛拉姑的衣钵, 用实际行动告诉后来人, 生在帝王家一样可以潇洒地走一回。